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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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订了婚的姑娘 波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比那个男人强大了多 我比那个男人强大了多 我 我虽然不是中国人 可是我知道只要是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洋人 在遭到不幸的时候 都没有痛苦啊 无法承认的痛苦 无法承认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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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胡猜了 好好练你的功夫 师父 我忘了告诉你 我跟踪了一个人 徐放鹤 嗯 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他爱上了一朵花 爱上了一朵花 什么花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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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荷花楼 荷花楼 荷花楼是什么楼 藏书楼啊 他去过藏书楼 他去过藏书楼 是啊 我觉得他对藏书楼很感兴趣 行行行行行 你都睡了两天两夜了 也该起来吃点神了吧 你也睡了真了一天了 你在哪下车 这年头啊 你想睡的睡不着 不想醒的一下就醒了 这是做人哪 听说过花鹏侦探社吗 没听说过 太没见识了 花鹏侦探社 大侦探社 大名远洋 我是社长 大侦探 不信 你不信 我跟你说 这回我可办了一件大的案子 这么大的京城 要找一个人 那个大海捞针一样 没人能相信 我把针捞上来 我爹 我妈活着的时候 他也不相信 可是 我是愿别人不信的事 我是愿能把它办成 我爹 拿着 拿着 拿着呢 你看 画上去 这纸上画的人 就是我要找的人 你说怎么找到的 说了我怕你也不信 我找到一个叫大事儿的地方 那地方人咋 什么事儿都能打算出来 我找到一个刘八撇胡的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 一听说你要找关天涛 那不就是那个十年前的那个大捕头吗 我就问他 老先生您见过他 他说 是见过 你这十年前就死 死了 我说 死了倒没关系 您老记住他模样 您给我画张相 我好 拿着画回去交差啊 你老头真仗义 那我要了五块现大牙 就给我画出来了 你看 他还写了一行大字 你这下啊 这大金骨头关天招之肖像 你看 这可是宝贝 谁不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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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听清楚了吗 你 你 你 行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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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死了 我死了 还你死了 谁死了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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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杀了人 是他 你 不不不 没有 他 不是我 我没有杀人 没有的 我没有杀人 不是我 你是他什么人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们俩是同伙 对对对 带走 别别别 同伙 来啊 别说这儿啊 给我看 别留啊 完了 全完了 都是我这张臭嘴 我明明是你的上司 怎么变成你的同伙了 你说的同伙 意思就是一同合伙 瓜棚侦探社 不就你我合开的吗 你做梦做到自己杀人 告诉警察爷爷干什么 我君子坦荡荡 我梦见杀人 为什么不能告诉警察爷爷呀 这么说你梦见杀那个男人了 我 我梦见杀的是你 你梦见杀我你怎么就不说啊 你杀我我不怪你 可是你要把他告诉警察爷爷 你要是早告诉了警察 我打什么话能陪你在这儿坐牢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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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陪你坐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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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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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把我打醒 我还睡得死死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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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迁进这桩杀人案的官司吗 我要是不迁进这桩杀人案的官司 我会在这儿坐牢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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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害了我 我 你害了我 我 你害了我 你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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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徐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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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坟墓啊 怎么埋在这儿啊 是鹤坟 云姑娘 说真心话 我不想让你看到这座鹤坟 如果你不是这么早来 而且尽自闯入了我的鹤院 恐怕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我的府上 还发生过杀鹤的惨事 谁这么狠心 敢杀你的鹤 这世上 杀一个人都不在话下 何况 区区一头怨鹤呢 那杀鹤的人 一定是跟你有仇啊 有一句话 叫做杀鸡给猴看 这个杀鹤的人 是杀鹤给人看 那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跟我来 你看 这是什么 鱼够 就是鱼够 杀死龙的白鹤 在双龙镇的山岗上 我的车夫也是被这样的鱼够 给杀死的 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 这个用鱼够杀人的凶手 真正要取的人命 就是你 这么说 斗开元已经开始下手了 斗开元已经开始下手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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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问问外面有没有酒喝 喝酒 你这是吃劳饭 不是吃宴席 死心了你 死心了你 锁酒面 我仔细琢磨琢磨 火车上的这件杀人的事情 有点乎乖 我也这么想啊 你说那被杀的男人 不在别的地方去死 偏偏在你我的身边被杀了 你的意思 是他根本不会被杀 是因为我们坐在他身边 他才被杀了 对 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们坐在他身边 他被杀了 对 也就是说你我不坐这趟火车 他就不会被杀 或者是说我们是站着 而不是坐着 那这个人也不会被杀 对 如此说来 这个人被杀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坐在火车里 杀人凶手 杀人是为了给我们看 对 那这么说我们这趟去京城是被人盯上了 对 我们是个穷侦探 这口袋里都光光的 他们定我们干什么 我们这次去京城 目的是什么 为了找关天涛 找到了吗 关天涛不是死了吗 我们找到的只是关天涛的画像 那也算找到了 对不对 对 算找到了 问题就是出在这儿 知道吗 此话怎么讲 我在想 一定是有人 不想让你我找到关天涛 不对 那他把你我杀了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杀旁边这个戴礼帽呢 哎呀 你真笨啊 我 我跟你说啊 就是那个戴礼帽的男人 不想让你我找到那个关天涛 不对 他怎么会死 哎呀 这是有人要他死啊 那 那这么说 他的身后也跟着人了 对 一定是有人跟着 那这个跟着的人 要看那个戴礼帽的 要对我们下手 就抢先一步把他 给 给杀了 对了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如此说来 那个凶手是要保护你我 错了 其实那个人也是在保护关天涛的画像 怎么说 如果你我被杀了 关天涛的画像还会交到徐先生的手里吗 你是说保护你我的人是 是徐先生派来的人 徐先生花钱保人 莫非这两个人是徐先生的朋友 不是朋友 他们只是我顾下办事的两个私人侦探 这么说这两个人没再说谎 他们是真的侦探啊 我徐放鹤是马局长的朋友 你们要是信不过我 总该信得过马局长吧 要不我给马局长打个电话 不用打不用打 既然徐先生是马局长的朋友 一切都好说 开锁放人 慢着 我不想再次见他们 请转告一句话 让他们在侦探社等我 我会找他们的 徐先生保你们出去了 我会给你走了 我会给你走了 拿东西 滚滚 再见 你听我说 这个徐放鹤真够意思啊 一听说你我坐了牢 就花钱把你我保出来 明天 咱们把关天涛的画像还给他们 咱们也都对得起来了 对 可我心里啊 一直有件事闷着 不说不怪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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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把画像取出来 我说大水袍啊 别叫我大水袍 叫社长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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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啊 看 看这画像不像一个人 像谁 像不像你我雇来那个白玉霄 白玉霄 我看看我看看 敬你这么一说我看还真有点像 什么有点像 越看越像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这个大厦人说啊 这关天涛啊 早就死在这个刑部大玉里了 他怎么会是咱们那个白玉霄呢 我看 你准是看花眼了 不可能 什么 我看花眼了 我看 我就不信我锁酒棉能看花了眼 你啊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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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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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香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不 不行 这 不行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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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 不像 不像啊 很像 就是不像啊 你看看像不像 像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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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像 就是不像 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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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干啥呀 热热 热热 我来我来 我来 二位社长远道归来面有喜色一定把事办成了 我说白玉霄啊 这些日子有人来侦探社求办事吗 有 只来了一个人一只猴子是来做侦探的 这这这你们也想 敢侦探 对啊 说说你们有什么本事 本事倒是没有什么 不过这个可以当见面礼吧 这不是我的怀表吗 这这 这我刚才看了怎么跑他那来了 打了 你 我的玉霈呢 你是贼 你也是贼 这挖扑侦探车 这来了一对贼 你出去 赶紧 我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当侦探呢 好玩啊 好玩啊 你除了做贼还会做什么啊 还有什么本事 会喝酒 会喝酒 这算什么本事 你们想想 这做侦探的就是要会喝酒 老谷话是怎么说的 酒后土真言 做侦探 无非就是要把别人的真话探出来 我呢 就陪他喝上三天三夜的酒 把那个人给灌醉 他就把真话都告诉我了 而我呢 就这么一大碗一大碗的喝 没事的 醉不了 而且还能把他的话牢牢的记住 再说了 别说了 大叔 你也要我走 你烦不烦的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你叫我留下来 你现在 就是瓜棚侦探社的探员了 真的 快给大叔打饭去 谢谢社长 谢谢社长 你带我去哪儿啊 送我回家啊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核花楼 核花楼是什么楼 核花楼啊 曾经是一个青楼 青楼 你带我去青楼啊 南宋的时候是青楼 明朝以后就变成了私人的藏树楼了 去那儿干嘛 让我读书啊 让你读什么书啊 还记得我带你去格林 去找哥九爷的事吗 记得 还记得在格林之上 我对你说过的十八颗金头的秘密吗 嗯 那我告诉你 今天你我去核花楼 和金头有关 你不好奇吗 为什么 嗯 因为你在格林上让我发过誓 不许追问金头的事 那要是收回呢 嗯 那我就只有一句话 什么 花 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啊 就是呕吐的意思啊 呕吐 我一高兴就呕吐 你病了 当然是病了 记着 女孩子要是有了病呢 才更可爱 祝福 我 嗯 徐少爷 找了这么半天 我怎么还是找不到关于金头的书 去 中文字幕 — 中国原音乐 老先生 请问 刚才有谁来藏书楼看过书呢 来者多疑 那这本书有谁看过吗 不知道 我是问 刚才这本书放在那个桌上 而没有 放回书架 是谁看的呢 刚才我就在这晒书 就是 好像 没关系 我们走吧 别看了 这书不吉利 不是书不吉利 而是老头的寿术已尽 要是没有这本书 老头就不会死了 我想 杀他的那个人 准是不想让老头告诉你 他是谁 看起来是如此 不过 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你是说 这里面还藏着更深的阴谋 你想想 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 我想找十八将军图 他就居然出现在我面前了 对啊 不会这么巧的 这个看书的人 会是谁呢 你说的对 藏书的老头一定见过这个人 要不然的话 他不会死 难道 这个人和我一样 也在找十八颗金头的线索 可是 如果这个人也在找金头的话 那为什么 要把找到的一点线索 放在桌上 让人去发现呢 那这个人就是个马大哈了 马大哈是不会到荷花楼来找书的 更不会杀人 所以 老头的死 绝对不会是因为老头看到了他 而是 等等等等 你是说 那个老头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看书的人 没有 你怎么知道 那个老头坐在那里筛书 坐着书虫往碳锣里扔 他身边的那只碳锣已经快熄灭了 就说明老头已经坐了很久了 而且在他的鼻子上 还有被太阳晒出的细汗 而那张摆着那本书的书桌 也被太阳晒了很久了 可是我在取那本书的时候 却发现书是凉的 一点都没被太阳晒烫 这说明这本书是刚刚放到桌上的 甚至可能是那个人在看到我之后 才匆匆把书放到桌上的 以此推断 我明白了 老头没有见到留下书的人 留下书的人是想把书留给你的 对 是这样 可是他们没有见到那个留下书的人 为什么要杀死老头呢 他杀了老头 这只能说明他的本义是在提醒我一件事 一件什么事啊 他既然能够杀老头 也完全可以杀死我徐方赫 你是说他刚才完全可以一标杀了你 他完全做得到 可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 是啊 我也这么想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对 只有一个目的 他才不杀我 什么目的啊 想通过我的手找出金头 这么想就想得通了 他留下这本书给你 是为了要你去找那十八颗金头 他杀了老头而不杀你 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不按他的意思去做 他也可以随时杀了你 你现在非常聪明 如果我要做侦探的话 我一定是个大侦探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天良正是读书时啊 我为了行 我为了行 不要船 我吧 你别管我 我为了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先生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准是去了徐少爷那里 对吧 好啊 不管去哪里都要注意安全 安全 有徐少爷陪着我 我挺安全的 有些地方不该去的就不要去 天有不测风云 这句古训也要记住啊 杜先生知道我去哪了 不是的 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没有关系 小姐 你回来了 你说你都走了这么大半天了 急死我们了 又是啊 急死我们了 你们两个给我记着 从今以后 不许在我面前提这个死字 小姐她 又想起她 又想起她 苏九明 你说这徐少爷让咱们在侦探社等她 这都等了两天了 她怎么还不来啊 是啊 她怎么还不来啊 她再不来 我给她睡觉了 苏九明 咱们要是把关天涛的画像交给徐少爷 你说她会不会重赏咱们啊 不会 你想想 咱们找的只是一个死人的画像 要是关天涛活着 咱们找着了没准给我好家去 不然不然不然 她又没说非得找到活人不可 不管怎么说 咱们是把关天涛给找出来了 皇上 画像在你身边 那在 别丢了 怎么会 关天涛啊 关天涛 我得好好信 人哪 什么人 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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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哪儿去了 小大叔 给我啊 谢谢啊 你看得这么有趣 这上面写的什么 你自己贴的告示不知道写的什么 实话告诉你啊 我不识字 你是帮人打工的 对对对对 你帮我念一下吧 啊 自有本社精干侦探小碧虎一人 壮士保镖白玉霄一人代租 有益者请来黑白楼本社乡人签约 租金低廉 物有所值 机会难得 欲租重塑 什么什么 我 我被人出租了 这儿出不保镖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我见过你 见过我的人多了 我看你挺面熟的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见过我的人也多了呀 不过我亲嘴的时候 从来都不在屋子里亲 都是在这大街上亲的 看见 白玉霄 你太过分了你啊 还差一次 我就必死无疑了 是半寸 关天刀 不错 好身手 那个要查肃王府血案的蒙面人 已经是仙云小姐的保镖了 而且住进了我的府上 正是如此 看来 他们还是怀疑我杀了肃王爷 所以到我的府上找线索 你不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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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有几分 你不快乐有几分 快乐有几分 不要就这样告诉我 你对快乐每天很 On la la… 愿不愿意和我 这样一起唱 忍过美业美业 树香痕 这一路 走了不容易 不必对自己 太残忍 欢乐不快乐 又是只隔一道门 愿不愿意和我这样一起唱 找回童年的春珍 总相信冬天会过去 所有的苦再不迷稳 老天会把一个最温暖的早餐 送给最快乐的人 你不快乐吗 快乐有几分 不要总这样看着我 愿不愿意和我这样一起唱 生活每一夜每一夜树上海 这一步走来不容不 不必对自己太残忍 快乐不快乐 老天会把一个最温暖的早餐 送给最快乐的人 我愿不愿意和我这样一起唱